正值水稻的收割期 不过在安南部落已经有部分的稻农 开始种植布农族的传统作物 也就是各种豆类和杂粮 安南福岛有机水稻转座的慈心基金会研究员 詹于尊就表示 现代台湾人吃米的比例已经没有早期那么高 也因为安南的条件优渥 在2014年开始进驻部落 进行水稻的有机福岛转座 种植黄豆而农民也用七分地开始观望种植 除了能够友善土地之外 还希望能够卖出好价钱 稻田区旁边农民采收红梨 里头也种植了一片的黄豆 这些都是南安部落近期进行水稻的有机福岛转座 农民也用了七分地种植黄豆来观望 除了能够友善环境土地之外 更希望能够卖出好的价钱 种黄豆就试验一次 因为第一次我就看看怎么样 跟那个种稻有没有差不多一样的那个价钱 我说说如果说种黄豆 把这拉的话我就会继续种黄豆 南安部岛有机水稻转座的磁心基金会研究员 培养地利然后增加这个我们这边的就是说土壤的有机质 让地利变好 还有就是说让我们这边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杂粮的自给率 是不是可以提升 让我们田里的病虫草害 因为水和沦座的关系是不是可以减轻 在布农族的饮食文化当中 豆类是非常重要的营养来源 经过辅导之后 部落开始延续祖先智慧继续在这片土地上种植 并且到现在也发现到超过20多种以上特殊品系的豆类 亦是文化的丰富性 还有保障生物的多样性 记者高双双卓西湘采访报道